学博要学会以笑致之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笑一笑就过去了 有一个人卖花瓶的 挑了一个篮子 前面都是精致不得了的花瓶 后面也是走路走得急了 突然之间一个花瓶碰掉下来 碎掉了 这个时候边上人说 老先生你花瓶掉了 他看都不看继续往前走 那个人追上去跟他讲 老先生你刚刚那个花瓶碎了 他笑一笑 冲着那个年轻人说 碎了还能再把它粘起来吗 碎了就碎了 结束就结束 所以我们人间碰到的苦难 烦恼过去了就不要再去想了 不要再去烦了 很多人的毛病就是把过去不好的事情 不停地捡回来 想装起来又装不起来 天天还要自责 还要你看我在几几年 我跟他好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带我的 想一想 过去就叫过去 过去就叫pasta 过了就得去 去了就要过 所以过去的 永远不要再放在心里 看看新年到了 要有一个好收成 好好地在你心中 种上你的莲花吧